大家好 在今天的天氣形態來說 你會感覺到溫度明顯的上升 因為最重要冷空氣的強度 已經明顯的在減弱了 不過一大早的時候 因為封面雲帶 剛通過台灣北部海面的關係 所以在北部地區 有一些些零星的短暫雨 雨量的部分並不太多 但是北部的朋友也會發現到 過了中午以後 雲層量減少 陽光開始露臉 說到天氣狀況來說 開始要暖了 有些時間點 就要提醒您注意的事項了 我們就來看看明天禮拜五 我們出門去需要注意些什麼了 第一個 先來講到清晨 清晨的溫度是偏涼的 尤其在一大早天剛亮之時 氣溫的狀況只有在21度 所以要提醒大家 一大早出門務農的長輩朋友 或者是一大早要上班上課的朋友 騎車要注意保暖了 天氣在天亮的時候 有一點點偏涼 不過到了明天的中午 中午暖的感覺比今天更為明顯 中午的高溫的部分 就可以上看到31度的高溫 所以戶外活動記得要補充水分了 到了下午以後 因為熱力作用的關係 在山區的水氣發展 進入到了天空當中的時候 對流雲層就可能會開始要出現了 所以明天在下午的時候 山區的部分 開始會有零星的 出現在山區的部分 北台灣 中台灣的山區 還有包含宜蘭的山區 容易會先有午後正雨的發展 但是到了晚上 像今天晚上也是一樣 在西半部地區跟外島地區 夜晚的時候都容易會有一些霧的狀況 晚上出門行車洗霧之時 能見度差 行車要注意了 天氣狀況來說 氣溫的部分會逐漸地上升 已經開始有點悶熱的感覺 明天白天就會有了 週休假期的高溫 可就上看到33度的高溫 要防曬 有5號真雨 山區的部分會偏多 說到溫度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今天中午的溫度狀況是如何了 我們先來看到 這高溫的部分在今天的話 台南的永康可是到達了 30.9度的高溫 高雄市也有在30.7度 到達了台中也有在29.2度 溫度形態來說 在中午的整個中南部的溫度都偏高 連台東的大午也已經到達了27.8了 但整體的天氣形態來說 隨著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封面帶已經逐漸的東移了 很快的移動 而且緯度是比較偏高 所以只有在北台灣 有一些些零星的降雨的狀況出現 雨量的部分並不會太多 最重要就是因為 整個封面的移動的緯度來說 是比較偏高的 那我們從色調強化的雲圖 做成動態來告訴大家 就可以注意到 早上的時候 就是這個雲帶已經逐漸的東移了 我們可以注意到在大陸這邊 有一些雲層正在發展當中 但是整個雲系雖然在發展 但是整個發展的移動的位置來說 緯度是比較偏高一些的 而且這些雲層它還會再往 比較高緯度的方向在移動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的天氣倒是因為 隨著風場 開始漸漸的變為東南風上來 但東南風上來 大家可以注意 注意什麼 注意東部地區有沒有看到 東部早晚雲層亮多 西半部地區天氣晴 所以東山早晚有點零星的 雲層發展會有些局部的降雨 西山可就是天氣晴了 從衛星雲圖上也可以看到 整個雲系逐漸離開之後 我們的風向因為偏著南風上來 溫度形態來說 明天就會偏高了 北部地區就可以到31 南部地區已經上看到32度了 目前來看 隨著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已經開始逐漸的要伸展過來之時 我們的天氣形態來說 到了這個週休假期的6日 甚至到下週一到下週二 都是一個偏高溫的狀況 尤其在中午的南部地區33度 中部地區也在33 北部地區可以到達31 甚至到達32度 所以戶外活動 兩件事情又要提醒大家 要補充水分 要注意防曬了 現在紫外線指數 已經開始逐漸的偏高了 從真實色彩 在傍晚5點鐘的雲圖上 就可以注意到 雲系的發展已經逐漸的離開 台灣山區部分 有些零星的雲層 最主要在中午以後會出現 大陸這邊的水汽的發展 未來這邊會逐漸的開始往 比較高緯度的方向移動 而我們從天氣狀況來說 隨著這個水汽往北台深之後 我們就來看看 禮拜六的地面天氣圖了 週六的地面圖上可以看到 台深的水汽到了江南地區 形成另外封面再逐漸的東移 北方雖然有高壓 但是緯度的部分是偏高 而我們台灣上空受到的 就是這太平洋高壓的邊緣勢力 開始逐漸的伸展過來 這個是禮拜六的地面圖 接著下週三的地面圖上就可以注意到 有封面帶又在高緯度通過 在下週三這個封面在通過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些水汽會進到北台灣 而有局部的江雨 在週三的早上的時候出現 接著當封面快速走了之後 整個高壓系統勢力再伸展過來之後 上來的溫度廠來說 仍然是一個比較偏暖的狀況 所以目前來看 比較暖和的天氣 應該可以持續到4月28 29號 目前看來冷空氣的強度的部分 已經都開始在減弱當中了 那明天的天氣形態來說 隨著雲氣的發展減少 各地的話 中午是屬於比較門熱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天氣狀況各地會如何了 早出晚歸穿著要注意 早晚涼 中午暖 有沒有看到台北 31度的高溫了 陽光都已經開始在北台灣 都會露臉了 中台灣的日夜溫差非常的明顯 到了南投 嘉義 下午的山區部分 容易會有些雲層發展 南部地區中午暖高溫的部分 到達了31甚至到達34度 而到了東半部地區 早晚的雲層量略為多 早出晚歸的話 會有點零星的地形降雨在花冬 而到了外島地區 夜晚溫度是比較偏涼 回來一個禮拜可以看到 其他穩定的天氣 可以到達下週二 到下週三有點雨在北部東部 但午後真雨的狀況 這個週休假期會出現 外島地區倒是要注意夜晚天氣 仍然比較偏涼 有霧 小叮鈴兩件事情要提醒 西部外島夜晚霧 行車要注意 還有中午天氣熱了 記得多補充水分